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艘载满货柜的巨大货船 就这样倾斜停在海中 看起来相当危险 感觉像是要翻船一样 经过的船只也都不敢靠近 而原本船上的19名成员已经被救援上岸 带你听一段高雄港务分公司的访问 立刻由海巡单位派遣野巡防艇 也在12点35分左右 全数将19名的船员都予以接送上岸 据了解这是一艘帛六级的货柜船天使轮 20号早上9点半因为不明原因进水 船体持续向左倾斜8到9度 考量安全性船长宣布弃船 船上有19名船员1300多只空柜 请求支援 高雄港务分公司接获通报后 紧急成立应变小组 除了请海巡速派遣船艇及人员前往救援之外 也成立前进指挥所 现场并被有食物饮游水毛巾等 供被救助船员使用 一名船员被救起后血压偏高 右手臂碰伤 目前已送易救治 只是货柜船倾斜也传出有货柜落海 影响航道安全 因此当地一港口紧急先封闭 其他船只转往其他港口进出